小明星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9點半在中正大學精神精神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會播出 在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上面 會有後續的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議題 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已經看到說 每一個新的縣市長 他其實都會面臨到許許多多的舊的議題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其實也跟大家提到了 在選舉之前 其實包括一些文資團體 其實都到了台北市的文資團體 就到了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特別是柯文哲的辦公室前面 去表達要對古蹟保存 古蹟保護 維護的一些想法 但是其實當時的市長候選人 其實對於這樣的一個訴求 他大多表達是並不是很清楚 他必須要進一步的去理解 我們知道這個即將要上任了 可是這些文化的議題 恐怕得要趕緊的處理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談一個 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跟大家分享過幾次的議題 就是華光社區 在節目裡頭我們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是 就是華光社區仿調小組的成員 楊宜盡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宜盡你好 關老師還有大家 OK那各位先跟我們簡介一下 這個華光社區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然後它所面臨到的一些歷程跟經驗是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包括學生也好或是民眾也好 其實都非常關切這個華光社區的生存跟發展 華光社區它其實如果真的要談歷史的話 就是它最早是在1904年 就是日本人在那個時候台北的東門城外 就是開始蓋了一個台北行務所 然後那其實它除了蓋行務所就是監獄之外 它外面就是在監獄的周邊就是也蓋了一大批的宿舍 那到二次章後就是有非常多的跟著國民黨來台灣的公務員 還有那個時候年輕的兵 然後還有後來隨著經濟發展 然後從中南部來到台北謀生的一些人 那他們來到台北之後因為沒有地方住 所以就開始找空地 然後搭蓋自己居住的房子 這其實就是華光社區它就是形成的一個過程 那這樣子的狀況就是一直延續到 一直到去年被拆為止 其實華光都是上千人 上千個家庭的他們居住的地方 基本上華光社區是一個經濟發展之下的 一個這種所謂的社會很大的衝擊 甚至你要說它對某些來講是一個悲劇 其實我們我都覺得這樣的一個形容並不為過 那其實這個所謂的華光社區它發展出來的 這個拆遷其實有兩個軸線 可能必須要值得再進一步的關注 第一個就是原來的居民 他們這個所謂的安置狀況 以及這個現在的居民 這個所謂市政府怎麼去面對這些居民 他們所面臨到的各式各樣的生存 或者是生活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華光社區裡頭的股息保存的這個議題 恐怕也是要進一步的去值得關注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聚落 歷史的這個發展 我們可不可以請我們的來賓先跟我們講一下 那就是目前這個華光社區政府在安置這些居民的做法是什麼 以及他們的現況是什麼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說華光居民的破欠 它其實是政府它是用提告的方式 就是說這些華光居民是佔用公有地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破欠 所以在整個破欠過程當中 政府會認為說自己其實是沒有安置的責任的 所以在華光的破欠過程當中 就是其實政府的那個對居民的處理方式啊 是高度的仰賴就是社福制度 那其實根據我們仿雕小組的調查 就是有發現說我們我們訪問了 就是原本華光有近200戶的違建戶 那這200戶當中其實我們訪問了80戶的假戶 那其中其實只有5戶是被政府用所謂社福的方式去進行安置的 也就是說看他們的身份如果是低收入戶或者是獨居老人 那他們就可以住到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平價住宅裡面 那其他人就是有中繼國宅的選擇 或者是自己去處理自己的安置的問題 那絕大部分的居民幾乎95%的居民 他們都是自己去處理自己的接下來的居住問題 所以你說95%的居民是自己去處理他們自己 接下來的居住問題 那這個部分政府他需要負什麼責任呢 或者是他應該負責任嗎 其實台灣2009年就簽了一個就是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公約 那其實而且也通過了一個施行法 也就是說這個國際公約它已經某種程度上內國法化了 所以其實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必須要負的責任應該是 首先他是必須要提供就是在破簽之前他應該要跟居民有對等的協商 可是我們看到滑光的狀況是沒有的 他是直接用直接提告甚至會宣稱說在法庭上的和解 調解或者是在開庭的時候這些都算是協商 然後那另外要負擔的責任第二個就是說必須要提供替代的安置的資源 那這個當然就是直接的住房的協助 但是就正如我剛剛前面所說 就是其實政府它是選擇性的 就只有極小數的符合台灣嚴苛的社福資格認定的這些家戶 能夠得到這樣子的資源 不過如果把這個歷史再稍微往前拉一點 很多人會覺得說政府做這樣的事情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講 這些本來這些居民可能很大部分是所謂的違建戶 甚至它甚至是侵占了這種某種的國家的資產 那政府不去理會他們 甚至對某些人都已經有某種的設服式的安置的措施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那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種質問呢 我們自己在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會把違建看成是 或者是說侵占公有地 這件事情看成是類似歷史工業這樣子的概念 對 因為其實就是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下來的發展 就是跟其他國家非常不一樣 就是其實居住是每個國民它基本的需求嘛 但是在過去的發展當中就是政府其實是非常的強調經濟發展 但是它對於這些國民住宅的提供它其實是非常的不在意的 甚至放任房地產資本的炒作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是走到今天 然後變成把這個歷史工業全部交給人民自己去承擔 其實我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嗯哼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從一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 這些人本來他們就沒有被很好的 被政府很好的對待跟安置 所以會有這些所謂的違建 或是所謂的侵占這種國有的住宅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嗎 嗯對 而且另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其實華光這個地方它這塊土地它開始會就是政府積極的進行破綻 其實是因為他們另外提出一個公有土地的活化的計畫 那其實我們就是這個公有土地活化的計畫 它早期它是被稱為台北六 台北華爾街 那這兩年開始被稱為是台北六本部 那我們都可以去檢視說 其實公有土地它的利用應該是要回過頭來去就是去落實那個公共利益 就是它到底可以為人民帶來多少的福祉 或是提供他們一些服務 可是現在主要的公有土地活化的方式 它都是變賣給財團 那由他們來進行經營 那其實造成的結果是 越來越多的資源都是集中在財團手上 那反而造成就是真的需要這些幫這些協助的一般的人民 它其實是受到不對等的待遇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一個所謂的華人王社區的這樣一個破千 或者是所謂很多人會認為它是一個違建的 或者是金戰國有的這樣一些住戶的這種狀態 我想大概很難從一個個人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單純的社群的角度去看 它必須要放在整個國家發展脈絡 就是在整個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 哪一些人他其實是被犧牲的 被犧牲的這一群人 他們應該要有的基本的權利到底是什麼 那回過頭來如果是單純的去指責 或者是覺得政府透過訴訟的方式 就可以把這些所謂的國有土地給拉回來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所謂的施政的方式 恐怕是忽略更多在這個社會裡面 更交錯複雜的一些所謂的社會 或是經濟發展的因素 那當然我們也聽到一種說法 就是台北市政府考慮在華光社區 來興建社會住宅 那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 這個執行的現在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真的興建了社會住宅 那這些被迫欠的居民 是有可能回到這個地方 來重新居住跟生活的嗎 這其實分兩個問題來看 第一個是說就是市政府到底 現在有沒有在華光這邊興建社宅的 這個打算 其實我們是蠻純疑的 因為現在的討論 就是都還是在都市計畫的這一部分 那當然都市計畫裡面就是有 目前已經在市政府提出的草案版本裡面 已經放入就是未來華光這邊 會優先興建社會住宅 以及會提供一定比例是優先安置華光居民的 可是這其實都是都還不是很確定的 它都還是用一種假設語氣寫在計畫當中 那對所以其實未來這邊到底能不能該設宅 其實還是我們是會打上很大的問號 因為這還牽涉到市政府本身 他們自己的施政計畫 所以這就跟到底未來柯文哲市長 他對於華光這個地方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其實在選前他其實是迴避這個問題的 就我們跟他當面談過兩次 不過他其實都沒有對於我們的訴求 給予任何具體的回應或承諾 那剛剛另外剛剛的問題 我覺得第二個部分是 就是到底假設說華光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幸運的蓋了社宅 那對於居民的處境 到底會不會有改善 那這部分其實我自己是會覺得 比較務實的想就是 其實華光這個地方如果蓋社宅 其實也勢必會需要非常多的配套措施 因為就是我自己觀察就是 就是台北市這幾年蓋的社會住宅 其實他在租金和租期的設定上都非常的 沒有辦法去回應真正弱勢的家戶他們的需求 像是租金通常就是用周邊的市價 打七折的這樣子的方式來定價 那我們知道華光這附近的地段 他其實每個月的租金是非常的就是 很貴 對 對 我查過就是可能18坪的房子 他就要兩萬塊每個月的租金 所以這樣打折下來 對於華光比較弱勢的家戶 其實他們就算這邊蓋的社宅也是租不回來的 那這其實又也回到前一個 我前面提的就是這也牽涉到說 就是最終其實還是扣回到 到底市政府對於華光這個地方蓋設施的那個想像是什麼 然後他對於這個地方的那個市政計畫 有沒有真的想要讓華光去民主化 如果說只是講說這邊可能優先 可考慮優先蓋設施 然後也沒有相應的配套的措施的話 其實我們會覺得都只是恐懼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自己是抱持著某種疑問 就是如果你要去蓋什麼台北花街 或蓋台北六本木 那基本上來講是希望把那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的經濟發展 或是有更多的招商 甚至它的地價房價會因此而越來越高 那市政府會在那樣的一個 其實在這種所謂的經濟發展 想像的這個區塊當中 邊緣去旁邊會蓋了一個社會住宅嗎 我們在整個就是這九個月來 我們跟都發局其實開過非常多次回 那大概知道至少目前好市府的都發局 他們心裡想的是說就是希望可以在 就是協助台北市政府 就是達到提供五萬戶設施的這樣子的目標 所以從這個目標下來想 就是很自然會把華光當成的 是新建社會住宅的很優先的順位 對 因為華光這個地方 就是透過都市計畫一些方式 它可以在新建設宅的經費上 就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跟土地 那在華光這個地方蓋設宅的話 經費跟土地其實都是 目前為止都是還不用擔心的 剛剛宜靜也特別談到說 曾經在選前去拜訪過柯文哲 那現在柯文哲已經當選市長 那也許待會可以請現在跟我們進一步來去談到 說去拜訪柯文哲的時候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之下去拜訪他 然後說了什麼 以及他當場的回應是什麼 或是他旁邊的一些相關的幕僚 他又如何去看待華光社區 以及華光社區 在那個地方要蓋社會住宅這件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引體中心PNN 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有一個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晚上 在中正資深深知識廣播電台 其實常常可以聽得到我們的廣播的節目 那在這個禮拜天晚上 你可以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在9點半我們會進行直播 那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來做完整的播出 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的一個 是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 長期報導跟關心的一個議題 同時在燦爛時光節目 有多次的來討論過 這樣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議題 就是有關於華光社區的拆遷 破切以及後續的發展 那今天節目在現場剛剛邀請到的是 華光社區訪教小組的成員楊宜靜 宜靜你好 大家好 宜靜靜我們剛剛在上段節目當中 也提到了這個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其實有一些相關的營建的計畫 就是希望在這個華光社區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蓋這個所謂社會住宅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再跟我們更詳細的來說明 就是目前華光 就是華光社區的範圍 也就是如圖上所示 那目前就是說 在比較大的 靠近杭州南路比較大的這個區塊 就是未來國產署會把它招標 然後也就是說由財團來做觀光飯店 或是購物中心等等開發 那提到就是市政府蓋設宅 主要就是旁邊局設 就是靠金華街跟金山南路的這個區塊 這一塊是將明年會從中央政府的手上 就是轉移到由台北市政府來監管 那目前就是華光自己有發展 我們這群人自己有發展一個民間版方案 就是把那一塊就是回饋市政府的土地 就是我們去試算了它的可能的樓地板面積 還有就是這個地方就是有可能 它既有文理整合然後去發展出的一個方案 那現在是把就是社會住宅還有一些社區商店 以及就是原本台北行務所的一些我們還可以找出來的一些遺跡 就是都整合在一起去做的進行的一個規劃 就是其實目前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方案 它不只是都市計畫層次 它還牽涉到剛剛前面講的市政計畫 那基本上目前台北市政府他們只願意回應的是 就是在都市計畫的層次上 所以他們後來給出的回應就是說 他們就在他們的都市計畫裡面 就是有了某程度的妥協或是讓步 就是用我剛剛前面講的那種 就是比較假設性的方式去提說 如果這個地方回饋土地要開發的話 優先興建社會住宅或是公共設施等等的 剛剛也談到一個硬體就是說 即使這邊真的蓋了社會住宅 剛剛你提到說當地的房價18坪 大概是2萬塊的租金 那如果把它乘以7折8折的話 大概將近1萬5個月 這個其實對很多已經非常弱勢的這些居民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生存的條件 那假如說真的蓋了社會住宅 然後政府也展現了誠意說 你們來這邊住 然後我也給你們優先的這個承租權 那這個不會對這些當地的民眾 其實造成另外一種困擾嗎 然後到時候搬進去也不是 不搬進去也不是 因為搬進去他可能要負擔非常高昂的租金 可是如果不搬進去的話 可能政府或者是民眾都會說 你看吧就是已經蓋房子給你住了 又不進來住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嗎 我們自己目前在想這個問題啊 就是認為說 因為華光這個地方未來開發 如果開發者他需要獲得比較多容 就是要蓋比較多 比較高層的話 他必須要花錢去買那個容積 那我們在想的是說 因為花錢買那個容積 錢其實是會有一半的錢會進市庫 那應該是從這個市庫 就是進市庫的這些錢當中 拿出一部分 回過頭來去補貼華光居民的 就是他們入住的這個租金 那這樣的話其實一方面 他不會去違反市政府他們既有的一些出租辦法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會解決 就是若是居民沒有辦法住回來的這樣子的困境 嗯哼 這樣的一些意見 或是你剛剛這個政策 其實過去在豪市府的這個都發局 我相信你剛剛也特別提到 有幾次的跟他們有一些這個所謂的聯繫 也參加過一些相關的會議 也把這些意見也交給了他們 那不過坦白說 現在已經政黨輪替了 就是豪市府即使做了這樣的一個承諾 或者是他接受你們的這樣的一種所謂的意見 在新的市府團隊是不是願意繼續來接受 或者是他怎麼去看待恐怕也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在選前其實你們知道了 你們曾經去見過柯文哲 我不曉得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們去見了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當時的回應是什麼呢 你們跟他說了什麼他怎麼回答 或者是說他即使他本來沒有辦法回答 他相關的幕僚又如何看待你的訴求 我們今年其實跟柯文哲談過兩次 一次去年的最早是去年一月就已經談過了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提的訴求就是一方面是針對華光的個案 然後就是就是豪市府所能夠做的 就是在都市計劃的過程當中還有施政計劃的過程當中 還有施政計劃的過程當中還要開放民間參與 就像是舉辦聽證會或是工作坊等等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 然後回過頭來解決華光這個地方 他開發過程當中就是破簽 華光居民遭到破簽 以及既有的文理受到破壞這樣子的問題 那另外一部分是針對就是市政府的破簽的現有破簽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台北市政府其實像華光居民這樣子被告 然後破簽的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不只中央政府在做 其實台北市政府自己也對自己的所管理的 市有地上的居民提告 所以我們當初希望他簽署的承諾書上面 也要求市政府必須要重新去檢討這樣子的破簽政策 還有公有土地的開發政策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其實兩次談狀況都差不多 就是無論是就是科醫師或是他身邊的幕僚 就是都會說就是好那資料我們拿回去研究看看 不過後來就再也沒有下文 然後聯繫也聯繫不上 大概是這樣 不過或許從他們角度來講 他的確還沒有真正上任 他可能得要有一點時間去理解 但是坦白說作為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很多的議題恐怕都得要先去理解 甚至要有一些基本的態度 不過很可惜我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特別是有關於這種所謂經濟發展 或是這些破簽相關的議題上面 或是文化保存的議題上面 柯醫師在這部分比較明確的態度的展現 其實相對之下我覺得是比較讓人失望的 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一開始也提到 其實華光社區被破簽被拆遷之後面臨到了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居民安置的問題 以及居民安置後來的發展等等的相關議題 另外一個就是古蹟保存的問題 在華光社區其實從日治時代開始 其實也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地 可不可以請我們一進來告訴我們說 在華光社區它在文化 在台北是整個文化上面 它的重要性或是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現在這些原有的這些所謂的文化的樣貌還是存在的嗎 華光這個地方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意義 其實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就是1904年台北刑務所在這邊落成 那它其實是台灣的第一座的現代化監獄 那其實在我們自己去翻譯的一些官方文書上面 就可以看到說其實當時日本人 在華光這邊興建台北刑務所 視為是非常重要的殖民政績 以及他們在興建上特地運用了 就是以前清代台北城牆石來做為一些 像是下水道基石或者是監獄圍牆的建材 其實對他們來說也是有高度的殖民的意義的 就是他們認為說是用被殖民者自己的 當初的城牆來關被殖民者 其實基本上因為華光這個地方 它未來有一個更大的開發 中央有一個更大的開發計畫 所以其實在去年我們跑文字的過程當中 可以發現說台北市文化局其實是 他們在指定過程當中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所以他們最後只指定了非常邊緣的幾棟建築物 讓他們具有文資身份 那其實指定完之後也像台北市其他的古蹟或是歷史建築一樣 就是他們被指定完之後好像文化局就沒有責任了 然後就放在那邊讓他們就是任其腐爛 然後想說就是之後要把它高價招標出去 由出得起錢的人來經營這些老房子 那其實看到其他地方的經驗 我們自己會還蠻擔心 之後就是這些保留下來房子 它只剩下空殼 然後裡面是完全跟這個地方的 我剛剛提到那些殖民歷史 然後那些去殖民的意義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這的確恐怕也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問題 在台灣各地表面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到 好像當地的政府在最近這幾年 都對所有的文化古蹟或者是這些歷史建築 都感覺是非常的熱心 然後想要去保留下來 但是保留下來就像你剛剛提到 它常常只是一個空殼子裡面 可能就是一個純粹的咖啡館 純粹的藝廊 這種所謂的休閒娛樂地方 但是其實做這些東西並沒有什麼不對 而是說它到底跟當時的歷史環境 或是如何跟當時的歷史環境背景去做連結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這也是未來新的市長 也要去關切的一個問題 既然已經指定成為這樣的一個歷史建築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是不是變成還是純粹的 像過去那樣直接的招標出去 用OT的方式 這恐怕都得要去好好的去思考 那我想最後談一個問題 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曾經也跟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提到說 其實在過去的抗爭聲援的行動當中 其實有五位的聲援者 曾經以遭到檢方 以妨礙公務的名義來起訴 我不曉得現在這五位朋友的狀況是什麼呢 其實華光就是去年一整年的反破千的這些行動 其實總共有六十多名聲援者 他們是被偵訊 那最後被提起刑事訴訟的其實是有六名 那他們現在都還在看驗證物的階段 就還沒有真的進入辯論的程序 不過我們自己是還蠻擔心 就是以目前的 什麼 現在還是在這個還沒有進入到這個相關的程序裡面 就是還是在這個找資料的這種正常的階段還是 就是已經開庭了 但是還在法官還在確認證物 不過我們就是觀察就是法官跟檢察官他們的態度 就是會還蠻擔心其中可能有部分的部分被告是真的有可能就會被判刑的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他們都是遭到就是用妨礙公務來起訴 那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警察他們在一般在這種這樣子場合 他們對公務的那個認定定定義是很寬的 那其實某種程度上刑事庭的法官也是就是用比較寬的 他們的態度在定義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很擔心說就是這些聲援者他們可能會 就是因為這樣子很寬鬆的認定 所以就變成是最後被定罪是妨礙公務 那其實我們如果真的去看就是那個定義的問題 它其實不單單只是法律條文怎麼樣詮釋的問題 它其實還牽涉到說我們這個社會怎麼看待言論自由 或者是公民的義務這樣子的事情 最後想要請教就是我相信這個議題還會再持續的發展 不管是在所謂的一個未來的這個所謂的都市的計畫 包括台北六本木或者是剛剛提到社會住宅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這個聲援者被起訴的這個施法的問題 或者是在古蹟保存上面都還有非常長的一段路要走 做一般的公民做一般的民眾 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去加入你們 或者是參與你們的一些相關的行動 我們目前就是我們目前就是有一直持續在進行的是 就是我們幫居民在打一個行政訴訟 就是從居住權的角度 然後去對當初有參與破簽的相關的機關 國產署法務部內政部跟台北市政府進行提告 那這部分其實是會需要一方面是需要更多的論述來支撐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需要在開庭的時候去旁聽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一直都有在招募法庭旁聽的志工 那法庭旁聽除了這部分行政訴訟之外 其實剛剛提到那個聲援者被告的刑事訴訟也是會需要這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我們前天華光的都市計劃其實它沒有被審議 它被擱置了然後留在下屆做決定 所以其實我們也必須要持續在這一部分就是規劃去想 還有什麼樣子的施壓或者是談的方式 所以就是也許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粉絲專頁 就是華光社區經專上的移民這個粉絲專頁 那我們有一些相關訊息都會在上面公布 那我們其實在華光個案之外 我們一方面也其實在串聯其他的反破簽的團體 就是在去年成立了一個反破簽連線 那因為我們會認為說這個反破簽的論述跟行動應該要持續下去 而且就是每個個案之間應該要有所累積 那透過這樣子就是從點到線然後到面的方式 才有辦法跟現在這個就是烽火不息的這個破簽的狀況能夠抗衡 所以大概之後也會開始有一些 不管是行政志工的招募 或者是讀書會等等相關的培列活動出來 今天非常謝謝怡靜來告訴我們華光社區這個 拆遷之後持續的發展 不管是文化鼓梯的保存 或者是在於社會住宅的興建 以及接下來他們可能會採取的相關行動 我們也期盼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能夠進一步的來去關心了解這樣一個理題 今天非常謝謝怡靜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謝謝拜拜 跳動的心是你有重來的機會 我的愛會給你一個擁抱 我抬起頭 看出生命的溫暖 我抬起頭 看出生命的溫暖